現在因為疫情不能出國 舊航空公司特別舉辦了類出國的活動 不僅能夠搭飛機 飛到日本的愛媛縣上空繞一圈 用高空來俯瞰日本的美景跟名勝古蹟 全程還有專人導覽解說 全機184個座位 可以說是一開麥就搶光了 而今天一大早7點多 民眾陸續辦理報道手續 甚至還有人是特別提著行李箱 要好好體驗一下出國的感受 我們連線記者蕾雅戴用嫻 帶您看稍早的唱片 是的主播 記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是在松山機場的後繼室 其實現在沒有辦法出國 於是有航空業者 是舉辦了類出國的活動 今天是要來到日本四國的愛媛縣 其實愛媛它盛產的 就是所謂的蜜甘菊 因此有空運來台的橘子汁 在後繼室提供民眾來欣賞 另外如果您想要看看愛媛縣上 到底有哪些名勝古蹟 現場也有VR的虛擬實境體驗 可以體驗到厚道溫泉 還有導播海盜 看看上空身歷其境在現場的情況 而民眾也都是非常非常踴躍 到現場來做相關的體驗 甚至有大人小孩是帶著行李箱 體驗一下累出國的感受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就是因為非常久沒有出國了 所以其實今天我在機上的免稅品預購 是買了將近機票十倍的金額 所以東西太多了 就必須帶一個行李箱出來 而且想說竟然累出國 帶個行李箱比較有出國的感覺 心情很棒 因為今天天氣不錯嘛 然後這個活動其實很棒 可以去真的是出國 就是比較像去日本當地上面繞一圈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參加 在後機室也有提供背板 可以提供民眾來拍照 留下難得的紀念 另外除了在後機室的活動之外 到了上空之後 看到日本的名勝古蹟 過過乾隱 即使不能出國 也能使用累出國的方式 體驗一下出國的感受 以上是目前掌握到的最新情況 我們將時間鏡頭交換給PO內主播